欢迎大家来我这个频道 我也要多谢你们 虽然有一些片段 就算我找个显微镜 都未必看得到 你拍到的所谓懷疑的UFO 都挺有趣的画面的时候 我一定会等在我这个系列 也要提一提你和你的朋友 我相信你都已经按了Subscribe 是你的朋友 因为他们要看你的UFO 我先从一个代他的朋友 他这个朋友是姓吴的 他去越南旅行 2日1月2019年 吴先生去越南的顺化市 他就拍照 之后发现了这样的 第一张照片 你都觉得你的镜头有点邋遢 通常都是这样的 不是很清楚的 到第二张 少少不同的第二个角度 或者如果你把照片比拼一下 他所拍到的那样东西 他所拍到的那样东西是有移动的 是不同了为止的 在第三张照片 我就要讲一讲这一件事 因为吴先生他在去年 他自己就已经 当然第一时间就等了上他自己的Facebook 他有一句说话 我就没有给大家看的 他那句说话说 为什么你们不相信我 拍到UFO呢 如果这张照片 比较广泛的 让大家看到的话 我不相信 那些人是不相信你的 那我们去看最后的这张照片 放大了之后就是这样的 那好吧 如果我是吴先生 我当时拍到的这一样东西 应该因为是远 都是很小的 很小的东西 好似说这种的雪茄营 其实里面是载着其他世界的UFO仔 我们叫的叫做Skullship 或者我会找一些片段给你看看 他们怎样放它出来收回它进去 那好 我要多谢王先生 你为吴先生 去把这条片送给我 那第二位就是 他姓谢的 叫做谢永熙 他说他自己是广州的一个摇滚歌手 即是和我们都算是同行 是一个Rucker 他说他在4月11日2019年 他就去北京 在北京那里做完一个Gate 那就已经很晚了 那时候应该就是凌晨2点 他说 他们停在油站那里 就出去拍照 在这么晚的里面 和在油站那里都走出来拍照 我相信你们当然去厕所 刚巧 你的背景后面就拍到两个光仔 你可以看到第二张照 而事实上 真的分开是两颗光 如果在这个时候 应该都没有人在玩这些航拍 那这张照片 如果我是你 我都应该觉得开心 虽然都是很小的 通常我们玩摇滚乐的人 经常都叫一些口号 很主要的口号 每个都是这样叫的 不过我很少叫这个口号 就是Rock and Roll Never Die Rock and Roll Never Die 不过你和我会死 所以当你有一天 还有这个精力去玩这种音乐的时候 尽管尽量去玩 祝你的音乐事业順利 接下来这位朋友 因为他发了电邮给我 是没有写他的名字的 而且他写得很短的 但他的照片也挺好看的 他在吉隆坡市中心 拍摄商寺大厦 即是两栋的地方 他只是告诉我 他拍摄这张照片 上面的这一届 他说很短的 有时他只有两眼灯 有时他只有七眼灯 那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想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 为什么你不多拍摄 接下来这位叫Clapton Clapton Tam 我跟他在电邮里联络过 因为我觉得他去改这个名字 他肯定当然喜欢Erik Clapton 是真的 原来他写给我的东西 是很长篇的 但他拍了一张照片 就是说2012年5月的时候 他去英国的中部 是他表哥开车的 英国中部的 他都很谦虚坦白地说 他说他拍了这张照片 亦都是事后 事后他才知道 再看那些照片 才能看到这一样东西 他也有说 他说 我不敢说这一样是什么 但很明显 这一粒是一粒黑黑的东西 在天上 如果他的镜头是骗子 他对上那张照片 或者之后那张照片 都会是这样的 但他唯一只得这一张照片 他不敢肯定这是什么 他发给我 原本我觉得 如果就这样的黑色 都看不到什么形状 或者是你的地方 带他们来看 但我也接受Clapton 这张照片 他在我的频道里 看到我说话的时候 我的背景 是有一个公仔 他跟我说 这个公仔原来是他设计的 就是这个 好 那立刻就 让我叮一叮 我是喜欢才买 对吧 我曾经还在想 究竟这个太空人 可不可以噴到的银色 但这一种质地 理想上是不上色的 我买了两个 Clapton 你的设计 至少我喜欢 多谢你 和你的照片 接着这位 就是 SEND E-MAIL 他的名字就是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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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唯有用回 NONONO 这张照片 是全彩影的 就是4月1日 200多年 我觉得你的手 可能打错了一个字 可能是2014 但你打了一个 这样 我当你是2014 如果是2004 那也太久了 这张照片 如果我在大厦 如果是NONONO 我看出来 看到这个灯 一定会吸引我的 我都会拍摄它 而你看到有红色 又有这个颜色 因为现今的航拍 令到别人混淆 那你才知道 最后这位 叫Tom Lee 是LI 不是LEE Tom Lee 他在2018年7月28日 就是为了那一次 好像是18年来最长的 一个红色 看到的红色 是不是 因为这样 就预备好他的摄影器材 在他的平台那里 拍过月光 他也是一样 当他拍的时候 他的焦点 只是留意他要拍的 这一个月光 他没有留意其他的 也都是事后才能看到 原来旁边有这样的东西 都不像是你的镜头 有什么反射的 他告诉我 他用的是300mm的镜头 以及用了6秒钟的曝光 来拍摄这张照片 好了 这一次的尼门的UFO 我又试一试 让大家看看 他们的UFO 做一个结尾 Thank you 多谢你们的subscribe 和share